我找到一份工作 是在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当保安 可是原来的保安和我交接时告诉我 晚上十二点过后 不管是谁 都不能允许他进入太平间 可是 我第一天上班 凌晨十二点 就听到太平间里面有人在敲门 咚咚咚咚 我最近十分倒霉 公司业绩不好 裁员两个人 可偏偏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 倒不是因为我对这份工作有多热爱 而是眼瞅着已经十一月份 还有两月就过年了 我就指着这两个月的工资回家过年呢 现在工作没了 收入也没有了 被裁后 我想着反正还有两月过年 就决定在这个城市里面再找份工作干干 干得好 明年还接着来这座城市打工 要是干不好 哥们明年就去南方的城市打工深造 可天不如人意 我接连找了两三份工作 都失败了 要么是因为学历 要么是因为人招满了 等等各种因素 我无奈地靠在招工兰抽门烟 无意中看到了一旁路灯杆上的一则小广告 春生医院招聘太平间保安 长夜班 月薪八千 不压工资 当月结算 要求男性 年龄在二十到四十之间 身体健康 无不良犯罪记录 这则广告 瞬间引起了我的注意 月薪八千啊 我之前在那家建筑公司当资料员 没日没夜的加班做投标资料 一月才五千块钱 这份工作 只是上个夜班 说白了就是躺着睡觉 一月就能有八千块钱 更加吸引我的地方 是不压工资 要知道一般公司 为了防止员工提前跑路 都会压一个月的工资 就连我开始的设想就是 原本打算干两个月 领一个月的工资 拿个回老家的路费 剩下一个月的工资 只能辞职后 等到下个月才会打到我卡里 而这份工作 相当于你干两个月 就能结两个月的工资 这样我回家也能多带点钱 也不至于让老爸老妈 看到我在外窘迫的模样 虽然是在太平间当保安 看守的是死人 可我这人天生胆大 更加觉得看守死人 比跟活人打交道要好 起码没有那么多逼事 没啥好想的就是一个字 干 我敲定注意后 立刻拨通广告上面的联系的电话 想了一会后 听筒里传来一个很低沉的男生 你好 请问你找谁 我客气道 你好 我看到你们春生医院的招聘广告 想来应聘太平间的保安 我话还说完 电话里的那人却忽然暴躁起来 你他妈神经病吧 建议你去医院看看脑子 骂完 那人就毫不客气地把电话给我挂了 挂端电话后 我火冒三丈 对着电话大骂 你他妈的 什么玩意 你不招人 写啥广告呀 就算不要人了 也不至于骂人吧 就当我以为这事应该是黄了 可刚才那个电话又拨了过来 我搞不清楚状况 但还是接通了电话 这次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 你好 刚才是你打电话应聘保安是吧 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 我愣了愣神 因为这个女人的声音 有点扎耳朵 听着有点让我不舒服 我很难形容那种感觉 大概就是听着女人讲话 让我有点毛骨悚然的那种状态 我极力克制自己的感受 回到 是我呀 可刚刚那个男的意思 不是不招人了吗 还把我大骂了一顿 呵呵呵 女人笑了笑 笑声有些甚人 她接着说道 刚才那人不知道情况 以为是你打错了 这样吧 你现在就可以来面试 地点在移民路 180号 移民路 我有些诧异 据我所知 移民路是属于拆迁的老城区 现在那条路都没有多少居住了 而且我又没听说过 那里有什么大医院呀 但为了八千的工资 我也没想那么多 还是答应了下来 并表示马上过去 挂断电话后 我倒了三四班公交车 耗费了一个多小时 来到了春生医院 站在门口 我心里顿时生出一股荒凉的感觉 残破不堪的门头 长满了青苔和杂草 里面的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 医院主体的大楼 外墙裹了一层厚厚的黑灰 显然这栋楼是被大火烧过 跟其他医院那种人 留密集的情况完全不同 这医院门口连一个进出的病人都没有看到 如果不是提前打过招呼要来应聘 我肯定会以为这是一座废弃的医院 那个广告不会是骗子吧 我心里萌生出这个想法 就有点打退堂鼓了 可恰好在这时 刚才那个电话又打来了 还是那个女人 你过来了吗 我可是专门在等你下班呢 我顿了顿 本来是想找个什么理由拒绝 可我听到她说专门为了等我 还没下班 我心里生出一丝歉意 想着就先进去看看 这大白天的还能吃了我不成 于是我对那女人说道 已经到门口了 马上进来 我去哪里找你 女人回道 就在进大门的主楼 我在一楼门口等你 好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 踏进医院 来到主楼楼下 自然也是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连主楼的玻璃门上面 都泛着一层很厚的灰尘 一看就是很久 都没有人打理过了 哪有这样的医院 我已经感觉很不对劲了 而且联想到 这荒郊野外的 我一进去 就被几个人下黑手绑起来 万一遇到这种变态的 直接给我来个挖心掏肺的 那可就惨了 我觉得不能进去 转身就想离开 然而 就在我转身之际 听到玻璃门一压一声 被人从里面推开 然而我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是来应聘保安的那个小伙子吗 听声音 正是电话里跟我联系的那个女人 我犹豫了一会 我犹豫了一会 转过身看到 一个身着白衣大褂 披着长发 面色和善的中年女人 让我感觉到有些奇怪的是 这女人的脸色是那种非常惨白 白的有些古怪 我紧张地点点头 笨 哦 是 是我 你都来了 怎么又要走 女人煞白的脸上 闪过一丝不悦 是不是看我们医院太破了 不想干这活 我尴尬地点点头 姐 不是我多心 你们这里算哪门子医院 连个病人都没有 说实话 我还以为是遇到骗子了 所以才想离开 中年女人呵呵一笑 笑声非常刺耳 小伙子 不然你以为怎么会月薪八千呢 实话跟你说吧 咱们这医院除了晚上接待急症病人 白天不对外营业的 这所医院被一场大火过后 分院早就搬到新城里面去了 现在这里除了用来停放尸体 就只是负责老城区居民 有急救的人来就医 听完女人的解释 我就觉得合理起来 仔细一想也是 要是工作环境好 月薪八千的保安 那能轮得到我 中年女人摆了摆手 这份工作干不干 你自己考虑 马上给我一个答复 我还等着下班 我想了想 荒废就荒废点吧 只要不是骗子 我也是无所谓的 虽然这工作环境 确实不怎么好 可不管怎么说 人家都是高薪了 姐 这份工作还需要别的条件吗 我问 中年女人摇了摇头 没啥条件 按时上下班就行 如果你想干 我现在就带你去 跟原来的保安交接 原来的保安年龄大了 这几天都要退休了 所以我们很着急 你今晚就要上班 行吧 我点点头 你跟我来吧 中年女人转身走进一楼 我跟在她身后 也走了进去 让我诧异的是 这医院虽然外面看起来很残破 里面还算干净 只是一路走来 不管是大厅还是过道 都没有其他人 中年女人一走 一边跟我说 这家医院白天都没什么人 反而是晚上人会多一点 因为晚上有急症病人 再加上还会接待分院送来的尸体 不过这也没关系 你慢慢适应就好了 嗯 好的 姐 中年女人说吧 来到电梯门口 按了向下的按钮 不一会电梯门打开 我和中年女人坐进电梯 中年女人直接把楼层 按到了副三楼 我先带你去跟太平间的老张交接 钉 电梯提示音响起 副三楼到了 狂狼一声 电梯门打开 我只感觉到眼前是一片漆黑 姐 这下面怎么这么暗 哈哈哈哈 红姐冷笑了两声 笑声在这静谧的空间 让我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开灯会影响他们休息 所以医院规定把大灯都取消了 他们 我不由得惊诧一声 连忙追问红姐 红姐 您说副三楼是太平间 那您口中的他们 难道是 这句话我没有说话 红姐立刻接上这句话 你也知道这里是太平间 我说的他们不就是只停尸房的尸体吗 红姐说完这句话 她已经跨出了电梯 不是吧 红姐 您的意思是 我紧跟着红姐跨出电梯 可谁知道原本在行走的红姐 忽然顿住身子 我来不及躲闪 直接撞在了红姐的后背 这时 红姐转过头来盯着我 一脸怪异的神情看着我 小杨 你想的没有错 这太平间里的尸体 全是活的 看守这里的人 也都是死人 这句话 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而且我看到红姐脸上怪异的神情 变得越来越猙獰起来 一股恐惧直冲我大脑 我全身汗毛地竖了起来 红 红 红姐 您的意思是 我来这里当保安 难道还要我死 那当然 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红姐的手伸向口袋 我感觉 红姐应该是要去摸什么凶器 把我给杀了 恰好这时 电梯的门也关了 而我眼下的环境 是一片的漆黑 我就是想跑 也不知道往哪里跑 红 红姐 你想干什么 我咽了一口口水 心里十分的紧张 哈哈哈哈 红姐大笑起来 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递给我 你小子还真可爱 看你吓得那样子 你胆子也太小了吧 再说我一个女人 还能打得过你这五大三粗的汉子 说吧 红姐伸手到墙边 啪 一声脆响 红姐打开了电灯开关 我的眼前顿时明亮起来 我看到 在我左边 有一个关闭的大门 门檐上方写着太平间门上 还贴着几个大字 闲人免禁 右边是一个小门 应该是一个办公室 我虚惊一场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红姐鄙夷的看着我 小杨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你这胆子不大呀 还能不能干好这份工作了 我有些不愿 红姐 刚才这里雾气嘛黑的 我难免会有些紧张嘛 谁知道你们这里不开灯啊 这钥匙是哪里的钥匙 我问红姐 这是你办公室的钥匙 红姐指了指右边的小门 就是开着扇门的钥匙 太平间的钥匙 老李待会会交给你 至于为什么不开灯 这只是原本在这里 当保安的老李的个人习惯 他说不开灯更好 免得看见一些 不该看见的东西 我这人好奇心很强 就顺着红姐的话问他 什么是不该看见的东西 红姐耸了耸肩 我也不知道 你待会自己问老李吧 说吧 红姐敲了四声门 咚咚咚咚 敲完门后 红姐接着喊道 老李 招到人了 我带他来跟你交接 你快开门 很快 办公室的门 被人从里面打开 当我见到老李的那一刻 我直接被他吓得 后退了几步 只见老李个子最多一米六五 身材有点胖 头发花边 可他的整张脸 却是十分的煞白 白的就跟死人一样 而且在他左右脸上 以及额头和下巴 还有大块皮肤腐烂的迹象 有点像电影里面的看到的那种死人的事般 第三张黑手印 那一刻 我心里怀疑 这个老李不会真的是个死人吧 老李见我脸色不对 一双带着怨毒的眼睛 立刻瞪着我 上下打量了一番 随后 老李语气不屑地反问洪姐 这么个小娃娃 能适应我这工作吗 没问题 小伙子干事挺靠谱的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他都挺过来了 洪姐道 哦 近来说 老李让开身子 适应我跟洪姐进去 办公室里很简单 一张沙发 一台彩色电视机 还有一张床 老李示意我们坐在沙发上 随后他拿出一串钥匙 放在桌上 小伙子 这是太平间前后两个门的钥匙 白天不用上班 每晚十一点之前 你要进去太平间巡视一圈 可一旦过了十二点 千万不能打开太平间的门 更不许任何人进去 早晨八点钟下班 听清楚了吗 老李看着我问 我点点头 心里还有有点好奇 就问了老李一句 为什么十二点之后 不能进入太平间 老李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板着脸 立声说道 这是医院定的规矩 年轻人少问问题 多做事情 还有 我提醒你一句 在这里上班 你晚上尽量别开灯 否则你看到一些 不该看到的东西 把你吓出什么好歹来 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你的工作 就是晚上上班来着睡觉 一个月八千块 挺不错了 要不是我儿媳妇生孩子 我要回家带孙子 我才不退休呢 听完老李的话 我有些愕然 为什么晚上最好不要开灯 我觉得隔壁就是太平间 晚上把灯打开 至少不会有那么怕吧 于是 我问老李 李叔 一月没有规定 晚上不能开灯吧 老李摇了摇头 这个倒是没有规定 但是我也提醒过你了 你今晚上班 想开灯 就开吧 笨 我点点头 我还是喜欢明亮的地方 很快 交接完成 按照约定 我今晚八点来上班 至于工资卡这些 洪杰解释说 保安是属于外聘职工 相当于是临时工 所以也不会有工资卡 反正八千一个月 每一天多少钱 就按照这个来算 月底给我结账 我点头答应下来 回到出租房后 我打了一下午的游戏 想着反正晚上也是睡觉 而且现在玩累了 晚上还能更好睡觉 有些东西 眼不见 心不烦 直接一觉大天亮更好 很快 晚上七点半 我搭最后一班公交车 来到春生医院 来到医院门口 我顿时愣住了 跟白天那种荒凉的情况 完全不同 现在这回门口 是络绎不绝的病人 还有医院的各个大楼 也把灯打开了 好像这家医院 跟那些医院的时间 完全是反着来的 其他医院 就是白天的人很多 反而到了晚上 就没多少人了 春生医院 却是晚上人很多 白天几乎没有人 可很快 我就发现了一些 奇怪的地方 只见在医院进出的人 他们都是面无表情 双眼无神地在行走 有点像行尸走漏的那种感觉 这不是巧合 而是每个人几乎都是这样 我想到是 或许来这里看病的人 白天都很忙吧 所以才会到了晚上 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来医院看病 很快 我顺着红姐白天 带我走的路线 来到医院的副三楼 电梯门打开 还是一如既往的黑暗 我摸到走廊电灯的开光 点亮了整个太平间 又摸出钥匙 打开办公室的门 坐在沙发上 打开电视机 百无聊赖地看起电视来 因为之前老李交代过 让我十一点左右 再去隔壁的太平间巡检 现在才八点多钟 时间还是几个小时呢 看了一会电视后 我就觉得无聊起来 身体也直接躺在了沙发上 我拿出手机 点开了王者农药 玩了起来 不知不觉 手机的闹铃响了起来 已经十一点了 要去隔壁太平间巡逻了 我拿起桌上的钥匙 来到隔壁大门前 在开门的那一刻 我心里也开始忐忑起来 之前我想着 只是一些尸体而已 也没什么大不了 可那会是还没有开始工作 觉得无所谓 可现在真的要进去太平间 我难免还是紧张起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 扭开门锁 推开瞬间 我就闻到一股很浓的医药味和一股霉味 还有一股强烈的冷气 我打了一个寒颤 看到太平间左右两边的墙上 镶嵌着一排排钢制的柜子 柜子上面还安排顺序编好了号 我知道 那个里面就是装的尸体 只要拉开其中一个柜子 说不定里面就是一具尸体 而在我眼前分别摆放着三张钢制的桌子 其中一张桌子上面还有一个鼓鼓的尸体袋 那个里面应该也是一具尸体 整个环境十分的安静 我站在门口 仔细地环视一圈屋内的环境 为什么只是站在门口看 说实话 当我真正看到这些尸体 我心里还是很发出的 反正老李说 只是巡检一圈就行了 而且这个房间又没有什么遮挡物 所有东西都是一目了然 我看了一圈后 没有发现什么一样 就关上门了 返回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后 我又看了一回电视 眼睛开始干涩 脸打了几个哈欠 我困意来袭 我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小床 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但看被子的样式 却是花花绿绿的 应该这是老李斯人的被子 也不知道它是否还会带走 但让我睡一晚上应该没有关系 于是我打开被子 躺在床上睡了起来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耳边响起一阵稀稀素素的声音 我缓缓睁开眼睛 看到一个身材勾楼的老头 正在坐在沙发上面 拨弄着桌上的塑料的袋 谁 我顿时惊醒 瞪大了眼睛 而那老头抬起头 看了一眼 我顿时身躯一阵 只见那老头 双眼没有眼珠 而且整张沟壑纵横的脸 都是铁青色 样子看起来十分可怖 老头尖声问道 你这里有吃的吗 我饿 我来找吃的 话落 老头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了 我连忙从床上坐起身子 用手使劲揉了揉眼睛 刚才那老头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不是吧 这是什么玩意 我额头冒出冷汗 猛然间想到这件事不对劲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 我去隔壁太平间巡视完后 回到办公室 我锁门了 既然门已经锁了 请问这老头是怎么进来的 难道是我眼睛花了 我赶紧穿好衣服 跑到门口去检查一番 发现门正反锁着的 难道真的是我眼花了 我从衣服口袋里 掏出一根烟 点燃后 吸了一口烟 就在沙发上面坐了下来 我心里还在纳闷 刚才是不是真的是眼花 这时 我无意间看到桌上的塑料袋 那是我来上班的时候 带的两个炉煮的鸡蛋 打算等饿了再吃 可我现在惊讶地发现 这两颗蛋 其中有一个已经别人吃掉了 另外一个蛋 也被人包开了一半 被包开的那半颗蛋 白轻轻的蛋白上面 还印着一只黑色的手印 第四章看儿子最后一面 我靠 你码的 不是吧 我吓得直接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想起刚才那的老头 他说他饿了 来我这找吃的 这说明 鸡蛋就是被他吃掉了 可是 我的门是反锁的 他怎么进来的 要知道 这个整个办公室 只有一扇窗户 而那扇窗户此刻也锁着的 外面根本进不来 而且 还有那老头一闪而过 就消失了 怎么回事 我不禁毛骨悚然 后背流淌出冷汗 难道说 那个老头是 鬼 正当我越想越怕之时 窗户忽然传来响声 啪 啪 啪 此刻我的神经正处于高度紧绷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声音 直接让我全身一抖 我立刻转过头看向窗户 透过玻璃 我看到窗户外面空无一物 这特么又是什么情况 刚才那个声音 应该是一个人在敲玻璃 可现在窗户外面也没有人呀 恐惧让我缩紧了脖子 我的脑子已经开始眩晕起来 就算我胆子再大 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呀 这是什么地方 这特么是医院的太平间呀 我知道刚才绝对不是心理作用 更不是因为我神经太紧张 而导致的眼睛花了 或者是耳朵听差了 刚才那些事 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这他妈这里绝对有鬼呀 我靠 原本我是个无神论者 可经历过刚才的这些事 让我以往的信念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想到这里 我真的待不下去了 这一刻 别说八千的工资 就算是八万 我也觉得没有意义了 这么诡异的地方 能赚钱 也得要有命花才行 别特么呆会 随便跳一个什么鬼过来 直接就给我高死了 那他妈可冤死了 我抹掉额头的冷汗 两步跨到办公室的门口 伸手扭开 门把手下面的繁锁锁扣 正当我想扭 动门把手时 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 原本并不需要 怎么用力的门把手 此刻就跟被汗死了一样 怎么都扭不开 我接连又尝试了几次 硬是没扭开门把手 我彻底慌了神 直接用脚猛踹那扇门 砰 砰 砰 接连踹了几脚 依旧没有什么效果 我更加后怕 想到好好的门 现在却打不开了 难道这里的脏东西 是真想把我留到这里 于是我扭头跑到窗户旁边 打算推开窗户 从窗户跳出去 这扇窗户粘久实修 窗户下面的滚珠 应该都被灰尘给腐蚀了 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去推 窗户发出吱吱吱的尖锐响声 声音在空旷的太平间 显得格外刺耳 不过尽管很艰难 但好在窗户 还是推开了一个 能容纳我跳出去的空间 我双手搭在窗台上 双脚用力蹬地 整个身子直接跳到窗台上面蹲着 正当我想跳出办公室时 我感觉眼前闪过一个人影 我抬头一看 一名披头散发 穿着红袄子的中年妇女 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我尼玛 这女人几乎是闪现到我的眼前 我被吓了一跳 整个人直接从窗台摔了下去 砰 一声闷响 我屁股着地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双手撑着地 望着那个女人 我的嘴唇都在颤抖 你 你 你是人 是是鬼 我渣渣呼呼地吼了一声 而那个女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尤其是那双眼神 冰冷地看不到一点生气 她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我 此刻 我的心脏都差点从嗓子眼里 跳了出来 冷汗再次轻视了我的全身 我回想起以前看过的恐怖电影 里面的女鬼 一出场都是面无表情地盯着男主 随后会忽然变得面目可憎 朝着电影里的人扑过去 他妈的 今晚我不会也遇到这样的事吧 好在女人只是盯了我一会 就开口说了一句 求求你 能不能打开太平间 我想见见我儿子 你 你儿子 他 他死了 我吞吐地问道 女人点点头 随后直接哭出了声 哭声十分的凄凉 我的儿子才两岁 送到这家医院看病 结果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 不到一个小时 就断了气 医院里的人 连我儿子的尸体都不让看 呜呜呜 我想见他最后一面 求求你 女人哭着哭着 直接跪在了地上 我尝出一口气 看来这个女人 不是我想象的那个东西 她是一个正常人 同时 我也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在医院 病人过世后 连病人的尸体 也不让家属看 这也太不符合逻辑了 我这人平时也还算 喜欢乐于助人 如果时间合理的话 我还是想帮帮眼前 这位可怜的女人 我一边拿出手机 想看时间 一边问女人 你确定你儿子 在隔壁的太平间吗 如果在的话 只是还有时间 我可以让你去看看 但前提是 时间不能超过12点 医院这边规定过我 12点后 无论什么情况 都不能打开太平间的门 女人木讷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她是不是在里面 我看了一眼 手机屏幕上的时间 现在时间是12点01分 刚好过了一分钟 第五章 诡异的电梯 实在不好意思 医院这边有规定 12点过后 不能开太平间 我无奈地对着女人 摇了摇头 听到我这句话 女人冰冷的脸上 布满了愁容 求求你 求求你 就让我看一眼 我只想见我儿子最后一面 语人越哭越伤心 那哭声让我心里 十分的不舒服 但是我还是拒绝了他 真的对不起 今天时间已经过了 要不你明晚 在12点以前来 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并不是我铁石心肠 而是今晚发生过 太多诡异的事 牢里之前交代过我 就算天塌了 12点之后 都不能打开太平间的门 我真的不敢违背 万一待会开门后 跳出来个什么鬼怪 我不光害了自己 更会害了眼前的这个中年妇女 中年妇女 见我再次拒绝 眼神里已经充满了绝望 我真的只想见我儿子最后一面 求你行行好 行嘛 女人依旧不肯放弃 还要哀求我 此刻 我能够同情这个女人 在失去儿子后的那种痛苦 也明白她想见儿子 最后一面的那种执念 我真的很想帮她 可是 如果我打开太平间的门 我真的很怕 会发生什么诡异的事情 到时候不光是我小命不保 这个中年女人 同样不能幸免 毕竟刚才都发生 那么多恐怖的事情 而且要是能打开太平间的门 老李也不会传授我 十二点过后 不能开门的规定 我左思右想 觉得这件事 还真的不能那么草率 今晚我真的被这里 给吓破了胆 我再次委婉拒绝中年女人 大姐 真的对不住 这是医院的规定 我要是违背了 是会被开除的 其实这个活 我肯定是不会再干了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我还带着几分应付 只要过了今晚 明晚我就不来这鬼地方上班了 到时候爱谁谁 反正我管不着了 女人还是跪在地上 已经不为所动 这会我也缓过神来了 直接从地上爬起来 拿出纸和笔 大姐 您看要不这样 您留个电话给我 等明晚我开门的时候 给您打电话 您再过来 见您儿子最后一面 怎么样 姐 我真的就是的小保安 只是个临时工而已 真的不敢违抗医院的规定 您看这样成吗 我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 在求中年女人了 鬼知道过了十二点 打开太平间 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可不敢去读 听到这里 女人泪眼婆娑的脸上 深深地沉了一下 随后 原本是哀求姿态的她 忽然出现了变化 她擦掉脸上的泪水 脸上那种绝望之色 也消失不见 而且 她的语气变得十分的冰冷 行 小兄弟 记得你说过的话 明晚我十一点来找你 说完 她看了我一眼 那冷冰冰的眼神 看到我心里发出 随后 她站起身子 从红棉袄里摸出一叠钱 从窗户外面递进来 小兄弟 不能让你白帮我的忙 这点钱你收下 我愣了一下 想到今晚我之后 我就不在这里上班了 要是收了这女人的钱 明晚我又帮她办不了事 这么不靠谱的事 我可办不出来 我赶紧伸手 把女人递过来的钱 推了回去 大姐 钱就免了 举手之劳而已 不用这么客气 然而 女人却异常坚定 不行 小兄弟 这钱你必须收下 不然我就一直跪在这里 大姐 你这 我有些无语 这个女人的性子也太傲了 要是不收她的钱 搞不好 她还真的就一直跪在这里 那样我还怎么跑路 这个鬼地方 诡异的一批 这还只是上半夜 谁知道下半夜 又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 我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但这方面的电影 还是看了不少 一般到后半夜 阴气越来越重 才正是那些玩意 大显伸手的时候 一想到这里 我不由得汗毛倒数 还是要赶紧离开 这个鬼地方才行 要离开这里 先得把眼前这女人 打发走才行 可这女人又非要塞给我五百块钱 才肯罢休 拿了这个钱 就跟接下一个烫手的山芋 没有什么区别 正当我犹豫之际 语人直接把钱 从窗户外面丢了进来 小兄弟 希望你明晚能遵守诺言 打开太平间 让我进去看儿子 语人说完 转身就跑开了 大姐 这 这不行 我赶紧跑到窗台 探出头去 想叫住那个女人 没想到 那个女人跑得非常快 等我去看的时候 她已经消失在了走廊里 我有些诧异 要知道走廊距离电梯 起码有两百来米 加上还要等电梯的时间 要想从我眼前消失 起码也要一两分钟吧 可我冲出到窗户的边 探出头的时间 最多三十秒不到 怎么可能会这么快 可能是凑巧 那个女人跑得快 再加上她是坐电梯下来 电梯这回一直没有人按 刚好停留在这一层吧 我望着桌上 红艳艳的五张钞票 十分的为难 难道这次 我真的要干一件片 钱的事 其实只有区区五百块钱 也不会怎么样 而且这种事 也是那个女人 自愿给我的钱 只是我心里 过意不去罢了 我心一横 直接把钱装进口袋 大姐 对不起了 希望你不要怪我 可我转念又一想 看她的大姐的穿着 也不是很富裕 加上人家刚死了儿子 做这种没良心的事 会不会不太好 挣扎了一会 我想到一个解决办法 今晚先离开这里 等明天白天 我再来医院一趟 把这个钱交给红姐 让红姐帮忙处理 这样也不算没良心 总之 这个工作 我是不会再干了 确定好后 我又去尝试了一下 办公室的门 发现还是扭不开门锁 没办法 我只能再次爬到窗台上面 从窗台跳到了走廊外面 此刻 走廊的灯是开着的 昏黄的灯光 照射在走廊里 显得格外的深净 我往太平间的门口看了一眼 心里十分的发怒 便直接头也不回的 向电梯走去 踏 踏 踏 四周无比安静 只能听到我的脚步声 很快 来到电梯门口 我按了两下电梯按钮 此刻的电梯 悬停在四楼 在我按下电梯后 电梯的显示屏上 显出了一个向下的箭头 表示电梯正在向下运作 可让我奇怪是 我差不多等了五六分钟 电梯一直悬停在四楼 始终没有下来 难道是有人在四楼占用电梯 我转头又看向另外一部电梯 也是悬停在四楼 第六章幻觉 谁都知道的常识 两部电梯 如果有一部被占用 另外一部肯定会自动下来 可现在居然两部电梯都不下来 不可能有人连续占用两部电梯 因为这回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 难道是电梯坏了 这特么可真倒霉 我有些暴躁的 再次狂按了几下电梯的按钮 再等了五六分钟 两部电梯依然没有反应 他妈的 这太离谱了吧 同时 我愈发地感觉到这太平间的诡异 我连忙转身向一旁的楼梯走去 楼梯在我身后不远的拐角 等我走到楼梯门口 发现一把大锁 死死地锁住通往楼梯的门 你妈的 这时 我才发现 好像我要出去路 每一条路都走不通了 眼下怎么办 每条路都出不去 只能先回去 起码办公室还有个门挡着 起码能让我的得到一些心理安慰 正当我转身打算往回走的时候 忽然我听到走廊里传来哒哒哒哒的声音 那是人走路的脚步声 顿时 我后背冒出冷汗 这里就我一个人 哪里来的人 就算是临时有人下到太平间来 这也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通往太平间 要么坐电梯 要么走楼梯 电梯刚才一直悬停在四楼 我去按都没有反应 足以说明电梯有问题 而且 电梯就在我前面不远 虽然我在拐角这边 有墙挡着 看不见电梯那边的情况 可就算是坐电梯下来 总得会发出一点声音吧 不可能一点声音都没有呀 楼梯的话 更加不可能 我就在楼梯口 怎么可能有人进来 哒哒哒哒 声音清脆 确实是人的脚步声 而且离我这边 越来越近 我靠你大眼 这特么到底是什么玩意 我的后背 死死地贴在墙面 整个身体 都在不停地颤抖 主要是 那个脚步声 已经近在咫尺 听着脚步声 声音比较沉 应该是个男人的脚步声 而且离我越来越近 好像就在我这个 直角拐角的另一面 我的神经 再次高度紧张 整颗心都在狂跳 这时 我头顶的灯 忽然闪了几下 随后直接熄灭了 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我他妈 真的是到了血霉了 这灯早不坏 晚不坏 偏偏在这会坏了 怎么办 到底怎么办 我现在身处一个死角 根本没有路可以逃跑 灯熄灭了 可脚步声 还在继续向我这边走来 听声音 已经走出那个拐角 哒哒哒哒 脚步声明显已经到了我的身前 我的双腿抖得像筛糠一样 头发都被冷汗给打湿了 我不由得地把手伸向口袋 准备拿出手机来照明 我大吼了一声 你他妈到底是人是鬼 吼完的同时 我举起手机 直接按两屏幕 顿时 一张只有满脸是青色 双目圆瞪的脸 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靠 我大叫了一声 急不向后退去 身体直接撞在墙上 完了 肯定是鬼 此刻 我已经六神无主 不知道该怎么办 刚才那个男人 那双眼睛十分的怨毒 我之前看过恐怖电影 一般遇到这种鬼 铁定完蛋了 我还这么年轻 还不想死在这里 那种恐惧到了极点的时候 剩下的就是反抗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都不能束手待毙 我草 老子一个活人 还能被你们这些玩意整死 我怒吼一声壮胆 同时直接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一道强光直接向刚才那个位置射了过去 我定睛一看 刚才那个竟然什么都没有 那个人直接从我眼前消失了 难道是太紧张 出现了幻觉 我又用手机的电筒光 我又用手机的电筒光把四周照了个遍 发现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松了一口气 感觉今晚的我就像是个小丑 被戏耍得团团转 我还是不相信人会出现这么真实的幻觉 这非常的不科学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感觉在这走廊游荡 还是非常的危险 既然出不去 还是要返回办公室 那只至少是个房子 起码从心理上感觉 是能隔绝这些鬼东西的 我赶紧一溜烟地跑回办公室 当然还是从窗户跳进去的 回到办公室后 我把窗户拉好 蜷缩在床上的角落 用被子紧紧地捂住身体 眼睛死死地盯着门和窗户 我就这样神经紧绷地 度过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诡异的事情 渐渐地 我双眼的眼皮越来越重 我直接睡了过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叫我 小杨 小杨 听到声音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 我看到床边站着一个 穿着白衣大褂的女人 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 这两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红姐和老李 有何 小杨 我果然没看错人 没想到你小子年纪轻轻的 胆子真的这么大 在这种地方 还能睡得这么死 红姐双手插腰 眼神里带着几分赞赏 老李虽然没有说话 但脸上也带着一股温和的笑容 我看到红姐和老李后 如获大赦 红姐 老李 你们可算来了 我惊魂未定 长出了一口气 昨晚 昨晚吓死我了 怎么了 红姐诧异的看着我 我看你睡得这么死 你确定是被吓到了 老李听到我的话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她沉声问我 小杨 你看到了什么 我把我的遭遇 给老李和红姐讲了一遍 红姐听完 直接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她沉吟了一会 开口问我 小杨 你说你遇到了一个中年妇女 想要去太平间看自己的儿子 我点点头 怎么了 红姐 这不对劲吗 我心里寻思 昨晚光遇到那些稀奇古怪的事了 也就那个中年妇女还算是正常的 老李看了红姐一眼 满脸的疑惑 小杨 你确定发生了这么诡异的事 这还有啥却不确定的 那个女人就在我眼前 跟我说了好多话 一直跪在地上 不停地求我 让我打开太平间的门呢 我惊疑地望着红姐和老李 老李一只手托着下巴 抖了抖嘴 这就奇怪了 说完 老李看着我 小杨 不是我有意想吓你 而是这件事显然是不可能的 问 为什么不可能 我问 红姐接过话查 老李说的没错 因为我们医院有规定 晚上九点过后 电梯是不能直接达到扶三楼的 除非有我们医院工作人员的专用电梯卡 才能进入扶三楼 病人的家属是不可能进入扶三楼的 老李又补充了一句 楼梯就更不可能了 因为晚上我们的楼梯 都会有人上锁 昨晚我跟你交班后 就把楼梯入口给锁上了 你如果不信 现在就去看看 只有你身上的钥匙才能打开 我恍然大悟 昨晚我看到楼梯入口的门被锁住 竟然都没想起来我有钥匙 但是这回这个事不是重点 重点是那个女人 如果按照老李和红姐的说法 昨晚那个女人是没有路进来的 可她是怎么进来的 会不会有别的入口 或者是什么窗户之类的可以爬进来 因为昨晚那个女人很着急 想就见她儿子最后一面 说不定念子心切 会爬窗户之类的地方进来 老李直接否定我的说法 不可能赴三楼根本没有什么窗户 除非那个女人会遁地 否则根本进不来 听完老李的话 我背后又冒出一股冷汗 第七章辞职 如果说之前那的老头 以及脚步声 还有那张青色的人脸 都是我的幻觉 我都还能勉强接受 可你要说 那个中年女人也是幻觉 这个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因为我跟她说了那么多句话 都是那么的真真切切 我忽然想起一个事情 那个女人临走的时候 不是还给了我五百块钱吗 眼下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据 红姐 老李 不管你们怎么不信 都没有关系 但是那个女人临走 还给了我五百块钱的感谢费 她希望我今晚在十二点前 能让她进入太平间 去看她儿子最后一眼 说完 我便摸了摸口袋 还好口袋里的五百块钱 还真实的存在 我立刻掏出来 递给红姐和老李看 你们看 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据 然而 红姐和老李看了一眼钞票后 两人的脸色都变得铁青了 红姐更是生气地呵斥我 小杨 我看你平时老是芭蕉的 没想到你小子一肚子坏水 大清早地跟我们开这种玩笑 老李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但是没有说话 我寻思给这两人看证据 怎么这两个人还生气了呢 我立即把钱收回来看了一眼 看完后 我整个人都麻了 他妈的 不知道为啥 原本五张红艳艳的百元大钞 竟然变成了面值五千亿的明币 我勒个去 这真的太离谱了 可我昨晚明明记得 这五张钱是崭新的钞票呀 怎么会变成明币了 不 不 怎么会这样 红姐 老李 我昨晚明明看到这个是钞票 怎么现在变成了明币呢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红姐和老李 红姐瞥了我一眼 不悦道 臭小子 你玩笑开得过了呀 老娘还有很多事没办呢 没功夫听你瞎扯淡 老李也对我失望地摇摇头 年轻人 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 这里可是太平间 你这玩笑可别开得太过火 我没开玩笑呀 我是真的遇到了那个女人 我急切道 如果我骗你们 我不得好死 红姐和老李看了看我 可能是看我这反应 还真不像是开玩笑 于是 红姐指了指办公桌上的监控显示器 你有没有开玩笑 查查监控不就知道了 老李立刻坐到办公桌前 翻起了监控 为了保险起来 老李把从我进入负三楼后的监控 完完整整地看了一遍 非常奇怪 监控里显示 从我去隔壁太平间巡检后 我就一直躺在床上睡觉 期间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过几次 看样子像是在做噩梦 我整个人都猛逼了 原来那一切的一切 全都是一场噩梦 不是吧 这他妈也太离谱了吧 原来我至始至终 都只是在睡觉而已 看完监控后的红姐 立刻瞪着我 怒斥道 小杨 你小子无话可说了吧 什么这样鬼 那样鬼的 全是你的梦 还故意放几张明币 在口袋里来吓我们 我看你是想借题发挥 想要涨工资是不是 我可告诉你 八千的工资定死了 不可能再涨了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老李也叹气道 哎 现在的年轻人 不学无术 搞这些新年子 来唬弄人 我没有 我也有些生气了 我这个人 最受不了别人冤枉我 红姐已经认定 我在忽悠他们 继续敲打我 小杨 别搞那些歪门邪道 踏踏实实的上班 八千块钱的工资 真的已经不低了 我知道 现在我已经百口难辩 不管我怎么解释 红姐和老李 都不会信了 我也懒得解释 反正这破地方 十分的邪门 谁他妈爱干不干 我冷笑一声 也不再跟红姐 和老李客气 算了 既然你们真的认为 我是这种人 那我不干了 行了吧 我辞职 不完了 说吧 我从床上爬起来 整理了一下我的东西 这时 红姐还是不希望我走 赶紧挽留我 小杨 你可别说气话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我们这里这么高的工资 你走了 会有大把的人来应聘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我后悔个鸡毛 我也不再客气 直接对红姐 既然你们认为 我不安好心 我又何必在这里干 走了 不完了 说完 我潇洒地拉开办公室的门 头也不会地离开了 这个鬼地方 谁他妈爱干 谁来干 就这样 我气鼓鼓地走出医院 一路上 我的脑袋里已经在计划 反正年关也禁了 这份工作反正搞不好 干脆也不找工作了 直接回家 晚两个月过年吧 大不了又是回头 土脸回家过年呗 反正年年都这样 倒是也习惯了 不知不觉 我走出春生医院 打算去公交站 坐公交车回家 早晨的医院门口 依旧是那么冷冷清清 在大门右手边 又一个戴着墨镜的老头 坐在一张小凳子上面 在他面前 还铺着一场太极八卦图 旁边还摆着两个竹筒 竹筒里面插满了竹签 大清早地 遇到个算命的 我看了那个算命的一眼 那个算命的老头 也盯了我一眼 正当我路过他的身前时 老头伸手从竹筒里 拿出一根竹签 丢到我脚下 我刚好一脚 踏在他的竹签上面 年轻人 刘布 老头叫住了我 什么事 我停住脚步 转头看着老头 老头瞥了我一眼 年轻人 麻烦你帮我 拿你脚下的竹签 捡起来给我 我弯腰捡起地上的竹签 把竹签递给老头 正当我想转身离开之际 老头又开口叫住我 年轻人 你等一下 方才你递给我的竹签 乃是下下签 代表你最近时运不佳 危险一点说 恐怕有大凶之兆 听到这话 我皱眉看了老头一眼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么算命的江湖道士 还搞这种鬼把戏 我要是信这个 那我不成傻逼了 我本不想理会 直接转身就走 结果刚走出两步 那的老陈生说道 年轻人 我管你印堂发黑 我猜你昨晚肯定遇到过脏东西 而且 在你眉心还留有鬼印 我猜你昨晚肯定跟鬼做过什么约定 我说的对不对 胡扯 我没好气地瞪了老头一眼 还调侃了老头一句 老大爷 您这招已经过时了 没事去公园下下象棋不好吗 非要出来骗人 老头面色一沉 不屑地冷哼一声 年轻人 不要不信邪 你已经大获领头 不信你自己过来照照镜子 说吧 老头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镜子递给我 你自己看看 你眉心是不是有一团黑点 什么黑点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将信将疑地走过去 结果老头手中的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 这一照之下 我立刻惊呆了 只见我眉心中间 真的有一个绿豆大小的小黑点 就跟一颗黑质差不多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是脏东西 就用手使劲地揉搓额头 那颗黑点 结果怎么搓都搓不掉 这是怎么回事 我累个去 老头见我慌张起来 得意地笑了笑 怎么样 年轻人 你现在相信了吧 你用手搓是没用的 这个印记名叫鬼印 乃是鬼怪在人身上做的记号 第八章没钱买命 我连忙问道 什么记号 为什么要在我身上做记号 老头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反问我 小伙子 你说记号是做什么用的 我想了想 回答道 记号当然是为了标记 方便找这件东西 或者是为了区分不同 对了 老头点点头 又继续问我 你想想看 鬼为什么要在你身上做记号 我只思考了两秒钟 就想清楚了答案 我脸色大变 语气惊恐地说道 是为了找到我 嗯嗯嗯 老头来连连点头 你小子还挺聪明的 接着 老头的神情严肃起来 小子 你仔细想想 昨晚你去了什么地方 遇到了什么人 有没有答应别人的请求 此话一出 我顿时全身一颤 昨晚遇到的是很多 但我唯独说话 就是跟那个女人说过话 而且我还答应过她的请求 虽然早晨红解条监控 我是一直在睡觉 但就算是在梦境 我也答应了那个女人的请求 我赶紧把昨晚的事情 跟老头交代了一遍 老头听完 眉头都皱成了一条线 她也不说话 只是自顾自地摇头 见到老头这副反应 我已经彻底凌乱了 我急急地问老头 老先生 怎么了 我这问题是不是很严重 你这问题老头欲言又止 忽然脸色变得冰冷 他催了我一口 哼 臭小子 你刚才说我不是骗子吗 一个骗子的话 你最好还是别姓 小子 你赶紧走吧 今晚等着鬼上门找你吧 感情这老头还在生我的气 事到如今 我也没有办法 只好厚着脸皮给哀求老头 我掏出一根烟 恭敬地地给老头 满脸笑意地道歉 老先生 刚才的事情真的挺不对劲的 我向您道歉 都怪我有眼不认泰山 年轻人 以后说话注意点 别一句话 枪死一路人 老头哼哼了两声 结果我递过去的烟 见老头接烟 我就知道这是有戏 连忙点头到附和老头的话 是 是 老先生 我错了 真的知道错了 您看看现在这是怎么办 老头吸了一口烟 对我招了招手 示意我靠近他 我蹲到老头的身前 老头用他那粗糙的手指 白开的右眼的下眼皮 看了差不多一分多钟 老头面色凝重 小子 你这个可不好办了 鬼影已经深 入你的血脉 想要硬除恐怕已经不行了 你这是不好办了 不是吧 我一脸惊恐地望着老头 老先生 这可怎么办 我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吧 很难说 老头长叹一声 你刚才说你答应了那个女人 今晚要帮他见他儿子最后一面 解铃还需细铃人 如果你想安全地处理这件事 你今晚只得去帮他完成心愿 如若不然 老头没有再说下去 我赶紧问道 老先生 不然会怎么样 老头皱眉道 鬼的脾气反复无常 如果今晚你不帮那个女人完成心愿 保不齐那女鬼一怒 就会要你的小命 而且你逃不掉 因为你被他种下了记号 他必定今晚会按照他所说的那样 晚上十一点钟来找你 无论你躲到哪里 他今晚都能找到你 说到这里 我已经后怕起来 老先生 这 您的意思是 我今晚还要去跟那个鬼见面 别说见面 我特么现在想起这件事就害怕 老头点点头 没错 我连忙问老头 有不有别的办法 昨晚是我不知道实情 现在知道了 我可不敢 老头摇了摇头 没有办法 只能这样办 你必须记住 今晚见到那个女人后 一定要按照她的条件去办 千万不能违背她的意愿 否则你小子活不过今晚 我急得都快哭了 今天早晨已经跟红姐闹得很不愉快 现在又要厚着脸皮回去上班 红姐那边会不会答应 都还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 今晚真的要跟鬼见面 我的心脏真的没有这么大 昨晚是不知道那个女弟是鬼 现在已经知道了情况 那种恐惧 完全是不一样的 老头见我愣在那里半天不说话 他站起身子 拍了拍我的肩膀 没事 小伙子 鬼或人相处的方式都差不多 只不过鬼的脾气反复无常 你不要去激怒他就没事 说吧老头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要收摊了 今晚过后 你没事的话 就给我打电话 这次的帮你看时的费用 如果你今晚没有死再给我 我们这行有个规矩 就是不收死人钱 我也不知道你今晚是否能活着回来 所以你能活下来 再把看时的钱给我 老头说完 也不再理我 而是自顾自地把东西收拾好 我心情十分复杂 听见老头刚才说的话 我更加的恐慌 我拦住老头 老先生 真的没有办法吗 求求您 救救我 我今晚真的不想去跟鬼见面 老头已经把地上的太极图和竹筒 全部装进包里 他嘖嘖嘴 办法倒是还有 只是你用不了 我疑惑万分 什么办法 只要不让我今晚去的那个鬼玩 我什么事都愿意干 得了吧 老头面色有些不屑 什么事都愿意干 只怕你是没办法 干我们这一行的 都将旧业债 如果我强行出手帮你 就会有损我的业债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说完 老头从上至下地打量了我一眼 你都比脸都还干净 一看就没钱给 你还是算了吧 老老实实地去完成你跟鬼的承诺 那是一个最省钱的法子 我满脸尴尬 实在没想到这个老头 还有本事这么大 连我口袋里有不有钱 都能看出来 我确实没有钱了 但是我可以去想办法借钱 毕竟还是认识几个人 一万来块钱 应该是问题不大 于是我问老头 老先生 大概需要多少钱 我去想办法 老头直接拒绝 别想了 我关你面相就知道 你借不来钱 你身边的朋友 都是一群穷鬼 而且你还不愿意通知你家人 一万块钱难道不够吗 我惊讶地反问 老头冷面无情道 肯定不够呀 你倒我是买白菜的呀 一点零钱都想打发我 我一般亲自出手 起码要三万以上 低于这个数 我可不会轻易出手 三万 我瞪大了眼睛 心说这老头不是算命的 是干抢劫的吧 随便处理个事 都要三万块钱 这么多的钱 就算我去接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的家境也不太好 父母都不定能拿出三万块钱来 更重要的是 父母一旦知道这个消息 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说不定会连夜赶来找我 还有一种可能 他们压根就不会信 只会让他们担心 所以父母那边是绝对行不通的 老头见我脸色不大好 一副为难的样子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伙子 你也别太担心 这个女鬼应该不会对你怎么样 如果他想害你 估计昨晚你就凉了 哪里还能活到现在 而且这种事 你越怕 可能越会出事 我走了 你好好保重 记得今晚如果你没死 可要主动联系我 把钱给我结算了 老头说完 一手提着小凳子 一手提着口袋离开了 老头走后 我愣在原地想了很久 思索一番后 我还是决定返回今晚 去会会那个女鬼 第九章重新上班 没办法 手里没钱 我弄不到三万块钱 只能用这种不费钱的办法去解决 但是想要去见那个女鬼 就得先想办法回去上班 我只得转身返回医院 打算去找洪姐 我进入医院后 给洪姐打了一通电话 喂 洪姐 电话那边的洪姐冷哼了一声 小杨 你还有什么事 你不是都不上班了吗 还联系我干什么呢 我呵呵一笑 语气带着十分的歉意 洪姐 今天早晨早晨的事情 多少有点对不住了 是我太冲动了 事后我又想了一遍 这个事确实是我的错 洪姐 请您原谅我 我还是想回来上班 我原本以为 洪姐还会刻意刁难我一番 但让我没想要到的是 洪姐只是嬉笑了一声 年轻人喜欢冲动 可以理解 如果你想干 就踏踏实实地干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过你要答应我 不管怎么样 都要给我干满两个月 嗯 我有些疑惑 之前第一次应聘洪姐 可没跟我提这个要求 怎么现在有非要我干满两个月 洪姐见我不说话 又继续说道 小杨 反正我可不管那么多 必须干满两个月 否则你的工资 我就不给你发了 如果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 今晚继续上班 你不答应 今晚就别来了 就当我们从来没见过 洪姐 非要干满两个月吗 我问 之所以这么问 是因为我原本的计划 是干一个月 刚好就是十二月底 那样一月份 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回去过年 不用去挤那个春运潮 今年是二月份过年 如果我干满两个月 就要到一月底 那会已经还有十来天 就要过年了 那样我又得着急忙慌 抢票回家过年 但是不答应 也不行啊 按照那个老头的说法 今晚我如果不去完成 我跟那个女鬼的约定 那女鬼肯定会来找我 说不定她一怒之下 把我给整死了 那可真的就得不偿失了 行吧 洪姐 我答应你 洪姐听完 满意道 行 小杨 今晚你继续上班 就这样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 回家出租屋里 吃过午饭后 我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地睡不着觉 一想到今晚要去跟女鬼接触 我的心情就十分地沉重 于是我干脆不去想这件事 接连干了一下午的游戏 晚上吃过晚饭后 我再次来到春生医院 跟昨晚的情况差不多 春生医院白天没有人 晚上却是人来人往 不过这些人的精神 似乎都很为民 低着头 也不说话 只是自顾自地走路 一想也是 大晚上的还要来医院看病 谁能高兴得起来 很快 我来乘坐电梯 来到副三楼 出电梯就是一片漆黑 我知道这是牢里的习惯 晚上不开灯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来到办公室门口 我敲了敲门 轻轻地喊了一声 牢里 开门 我来交班了 过了一会 办公室里面 才传出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 小杨呀 你不是不干了吗 怎么又来了 说完 牢里便打开办公室的门 随手打开了 办公室的灯 我看到牢里一脸睡衣朦胧的样子 猜想他应该是以为我真的不敢了 今天打算上连轴班 所以这会正在睡觉呢 我甘大一笑 白天是我太冲动了 我回家冷静下来后 仔细想了一遍 天天睡觉 一个月还有八千的工资 这种工作这么难得 错过了可就可惜了 所以我又答应了跟红姐说好了 还是接着干 而且这次我起码干完两个月再说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观察到老李在听到我答应红姐干满两个月的这个消息后 她显得有些兴奋 老李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才对嘛 年轻人想赚钱 就得不怕吃亏 况且 这个活真心不累 工资还挺高的 嗯 我点点头 询问老李 今晚有不有特别要注意的交接事项 老李想了一会 摇了摇头 没啥特别要注意的 只是今天送来了两个被车撞死的尸体 我提醒你一句 那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头被压扁了 另外一个人下半身被压扁了 你待会巡查太平间的时候 可要有心理准备 被趴下的尿裤子 我脸色一沉 光凭老李说 我就能想象那两个人的尸体是有多么的恐怖 而且我待会还有应付那个女鬼 妈的 到时候我一打开门 身旁站着的是女鬼 眼睛看到的却是头都被压扁了尸体 这尼玛光是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 老李可能是看到我脸色不对劲 出言安慰我 小杨 人死如灯面 也没啥大不了的 干这个工作 就是要心理素质好 你就把他们当成什么阿猫阿狗的尸体 就没这么恐怖了 我硬着头皮 笑了笑 行 没问题 我只是刚开始不适应 等过段时间就好了 嗯 老李点点头 把一大串钥匙递给了我 在他临走又交代了我几句 还是老规矩 十二点过后 不能开太平间的门 好的 老李又劝我 小杨 我发现你昨晚是开着灯 其实真的没必要 我之所以不开灯 就是因为我怕看见有些东西 你想想看 无论多么可怕的东西 只要你看不见 也就没什么大不了 而且 关着灯 才睡着觉 又不会想那么多 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关着灯 当然 仅仅只是建议 怎么适应 还是得看你个人的习惯 我点点头 谢绝老李的好意 好 我还是喜欢开着灯好点 主要是今晚不开灯不行 待会十一点那个女鬼要来 我可不想一开灯 一个女人忽然闪现到我面前 那样本来不吓人 都要被吓死 之后 老李又跟我拉了两句家长后 就离开办公室 待老李走后 我整个人越发的紧张起来 这种死机一般的环境 再加上你的隔壁躺着一屋的尸体 更重要的是 待会十一点整 还有一个如约而至的女鬼 这叫我如何能够冷静下来 老李走后 我在办公室坐立不安 心里七上八下 那种身 入骨髓的恐惧 以及惶恐 让我十分难受 我把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 很快一包烟被我抽完 时间也来到了十点五十分 还有十分钟 我就要面对现实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 不要怕 会没事的 昨晚它都没有害你 今晚肯定也不会害你 时间一晃而过 让我恐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十一点整 我坐在床上 惶恐地向窗外望了两眼 以为那个穿着红棉袄的女人 会再次出现在窗台 结果让我很是意外 那个女人并没有来 我双手紧张地捏着拳头 手心都捏了冷汗 眼睛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 接连等了十多分钟 那个红棉袄的女人始终没有出现 这他妈又是咋回事 不是说好的十一点钟吗 难道鬼也不守时了 现在是十一点左右 按照规定 我必须要去隔壁太平间巡视一圈 可这回我并不想去 因为我很怕那个女人 在我巡视的时候 又忽然出现在我身后 那种场景 可真的要吓死我 如果他这回出现 我反而不会那么恐惧 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缘故 我一直等到十一点三十分 那个红棉袄的女人始终没有出现 他喵的 这个女鬼也太不守时了吧 距离十二点 只剩下半小时了 我必须要去隔壁巡检了 我拿上手电筒 来到办公室大门门口 正准备拉开门 忽然 办公室的门外面被人砸了一下 砰 声音沉闷 有点像门外站着一个人 一拳干在门上的那种感觉 第一是张突如其来的手 我脖子一缩 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难道那个女鬼来了 此刻 门外站着的并不是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询问 只能憋着声音 不去理会 我的想法是 待会那个女鬼见我们应声 肯定会跟昨天一样 去窗台那里找我 然而 让我没想到的是 大门又是砰的一声 外面那东西的力气很大 办公室的防盗门又是一声闷响 我想起那个女鬼 昨晚能跟我交流 应该这回我说话 她是能够听懂的 正当我想出声 叫她去窗台那里 门外的杂门声接连响了起来 砰 砰 砰 外面的东西像是要破门而入一样 这时 我意识到不对劲 昨晚那个女鬼根本没有砸门 就算是她想要砸门 恐怕也没有这么大的力气 不对劲 很不对劲 门外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个女鬼 而是另有其人 我回想起昨晚的事来 这回十一点 是没有人可以进入富三楼的 那门外又是什么东西 咚 咚 咚 正当我沉寺期间 门外的那个东西已经开始疯狂的砸门 还好防盗门十分的坚固 否则已经被门外的那玩意给砸开了 我的心有一次提到了嗓子眼 心里又在不断的后悔 早知道就应该想办法给那个老头三万开钱 让他直接帮我处理了 就算我没有钱 我相信只要跟我爸妈坦白 他们肯定会给我想办法 结果我硬着头皮 再次回到这个诡异的太平间 今晚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我又慌乱起来 冷静 一定要冷静 我提醒自己冷静下来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缩在墙角的我 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 不管怎么样 我总得要先知道门外的东西是什么 砸门声一直没有停过 门外那的东西 好像抱着不把门砸开 就不会罢休的目的 这时 我想到窗台就在门的旁边 只要我靠近窗台望出去 应该能看到门外面是什么鬼东西 于是我蹲下身子 在地上慢慢的移动到窗台的下颜 此刻 只要我站起身子 就一定能够看到门外的东西 可那样就会暴露我的行踪 于是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拿出手机 把手机的摄像功能打开 然后在设置里面 把摄像头调成前置相机 这样一来 我只需要把手机伸出窗台 我就能通过手机的摄像头 看到窗户外面的情况 就在我把手机伸出窗外的那一刻 我全身顿僵硬 大脑一片空白 门外那个东西 差点没把我吓个半死 他奶奶的 门外竟然站在一个没有脑袋的人 正在用双手使劲砸着门 我这样形容 可能有点抽象 准确来说 门外那个人的头还在 只不过破碎 只剩下下巴那一截还在 我的天呀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想起老李临走前交代我的事 他说今天刚送来两个被车撞了的人 当时他还特意给我形容了一下这两具尸体的外形 这会跟我看到的这个尸体几乎是一模一样 卧槽 这特么可怎么办 正当我万分恐惧之际 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不对呀 老李说的明明是两具尸体 现在这具尸体出现了 那另外一具尸体又在什么地方 我坐在窗台下沿 整个人已经崩溃了 以至于我忘记我的手还举着手机 正当我想收回手机的时候 更加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从窗户外面 伸进来一只手 直接抓住了我的手机 当时我整个人犹如被尸了定身术一样 我很想以最快的速度把手机收回来 结果我根本做不出这个动作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窗户外伸进来的那只手 把我的手机给拿了出去 我尼玛的 门外的砸门声还在继续 而我的手机也把伸进来的那只手给抓了出去 我整个人僵硬地坐在窗台下 身体犹如灌了签 根本就动不了 我知道那个不是别的原因 是因为我太恐惧了 以至于我无法行动 然而 事情却越来越糟 窗户外伸出的那只手 在把我手机抓出去后 竟然又直接伸了进来 这次那只手 直接就悬停在我的头顶 我不敢动作 甚至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你就这样痴呆呆地看着那只手 很快 我看到那只手伸开五指 朝我的头顶飞速地落了下来 啪 那只手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头 有点像在水果店挑西瓜的那种感觉 那只手接连又拍了几下我的头 随后 那只手对我的头顶猛然发力 五根手指死死地掐住我的头 第一十一张 女鬼终于出现 好像是想要把我凌空抓出去似的 我头皮痴痛 痛得我呲牙咧嘴 这股钻心的疼痛 也让我彻底从恐惧震脱出来 他妈的 不管是什么东西 老子和你拼了 我猛然站起身子 摆脱那双手 他妈的 你们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我来了火 直接大骂了一声 随后转身看向窗外 顿时 我被吓得目瞪口呆 只见窗户外面 赫然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中年男子 一双眼睛已经没有眼人 额头的两根青筋抱得老高 尤其是他的身体 好像没有下半身 因为他的头 只比窗外高出一点 一看身高就不正常 听到我的骂声 砸门声也停止了 只是在停止瞬间 刚才那个没有头的人 已经闪现到 那个没有眼人的人的旁边 一个没有头的人 和一个没有眼人的人 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我 此刻 我已经无法用言语 来形容我的恐惧 但是恐惧到极点的时候 我好像并没有像我之前 想象的那么恐惧 虽然我双腿在发抖 但并不影响我破口大骂 卧槽 你们这连个鬼东西 想要干什么 有本事你们就进来 老子跟你们拼了 我靠 我原本以为我的骂声 会让这两个人抱走起来 可让我意外的是 这两个鬼 只是痴痴呆呆地愣着 并没有那种很反常举动 而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忽然 矮个子那个鬼 用十分沉重的声音说了一声 问我要接个电话 打个电话回家 跟我爸妈抱一声平安 另外那个没有头的鬼 也十分凄惨地喊了一声 手机 我要手机 我的手机被他们给收走了 我要打电话 让我老婆放心 我的老婆在哭 这一瞬间 我好像明白了这两个鬼是来干什么 根据老李交代 这两个人都是意外死亡 也就是说 他们是忽然失去了生命 他们生前肯定有很多执念 比如家人就是他们最大的执念 所以他们才要砸门 想要进来找我借手机 这一刻 我的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想了想 既然这两个人还抱着执念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们一句 让他们认清现实 早点去投胎做人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存不存在轮回 我对着这两人怒吓了一声 你们都已经死了 你们的亲人们都已经知道你们死了 此话一出 两个人愣了几秒钟 随后那矮个子的脸顿时变得猙獰起来 而那个没有头的鬼 直接一拳锤在窗户上 哗啦一声 玻璃顿时碎裂 你胡说 我们没有死 我们还活着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咆哮了一声 紧接着 那两个人直接从窗户外跳了进来 我很诧异 没想到他们的动作十分的敏捷 几乎只用了十来秒钟 就已经来到我的身前 我什么时候见过这么恐怖的场景 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脚犹如被粘在地板上面 根本无法移动一步 两个人冲到我身前 我顿时问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味道之浓烈 让我闻之欲吐 那个没有头的鬼 直接伸出强有力的手 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 这一刻 我才反应过来 想要逃跑 可哪里还来得及 我伸出双手 想要掰开掐我脖子的手 但那双手 犹如铁钳一般 牢牢地锁住我的喉咙 另外那个断了腿的鬼 则是在一旁 猙獰地吼着 杀了他 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我呼吸不畅 几乎快要窒息 妈的 我真的做梦都没想到 我竟然会是 以这种方式 结束这一生 真的被鬼杀死 这真他妈的冤枉 我被双手按在地上 已经开始眼冒惊心 我知道 在最多不出一分钟 我就会因为缺氧而窒息 回想起我这一生 过得真他妈的憋屈 钱也没赚到 甚至都没有体面地 出去旅游过一次 而且单身二十多年 连他妈女朋友 都还没谈过 现在就这么短暂地 结束了我这一生 哎 他妈的郁闷 就在我绝望之际 一股极强的阴风 从窗户外灌了进来 此刻 我的眼睛 已经是眯着的状态 随时都有可能 闭上的那种 我视线朦胧地看到 一个身穿红色棉袄的女人 站在这两个鬼的身后 羽人面无表情 死死地盯着这个鬼 助手 他还有事没有帮我完成 还不能死 羽人冷喝一声 单手对着这个鬼一挥 随即一股强大的阴风 直接将这两人扇倒 在那个人手松的那一刻 一股空气朝我的鼻腔灌了进来 我猛吸了两口空气 剧烈地咳嗽 是 是 是你 我望着女人 十分地惊讶 我没想到 是这个女人救了我 换句话说 我被一只鬼给救了 敢问这算是一件好事 还是一件坏事 女人没有回话 只是面无表情地 看了我一眼 随后 女人转过身 对另外的那两个男鬼说道 你们已经死了 为什么还要留有执念 难道你们想跟我一样 当一个孤魂野鬼 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似柔弱的女鬼 仿佛在这两个男鬼面前的气场很足 而那两个男鬼 好像十分地怕这个女鬼 男鬼愣住了 再也没有刚才的凶悍 只是朝着女鬼点点头 接着直接凭空消失了 我望着这一幕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 我没想到 看似柔弱的鬼 会有这么厉害 这一点我着实没有想到 此刻 整个房间十分宁静 那个中年女人 依旧目光冰冷地盯着我 场中气氛有些尴尬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思来想起 我觉得不管对方是人是鬼 她总归来说救了我的命 我应该感谢人家 嗯 那个 那个谢谢你 我紧张道 不用谢我 因为我有求于你 女鬼道 我忽然想到一个是 为什么那两个男鬼 能从太平间里面出来 而这个女鬼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能自己进去太平间呢 于是我问了一句 那个 大姐 既然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非要我来打开太平间的门呢 你自己进去不行吗 话说到这里 女人的脸上有些黯然失色 小兄弟 其实我骗了你 我的孩子已经死了很久了 她是跟我一起死的 这家医院的人丧心病狂 把我和我孩子的器官活取了 然后又用特制的浮水 把我们的尸体封印在这太平间里面 第一是二章 苦命的女人 什么 活取器官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女鬼 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如今这个社会 竟然还会有这么丧心病狂的人 对 就是活取 女鬼点点头 问我 你想听我的故事 以及这家医院的秘密吗 我没有吭声 只是皱起了眉头 我心说 这会难道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本来我不想掺和这件事 现在已经掺和了 尤其是今晚 那两个鬼的出现 也证明这里越发的恐怖 更是直接打破了我的三观 这个世界是真的有鬼 现在的我除了后悔 就是后悔 我后悔我当时为什么要贪钱 选了这么个破之夜 遇到这些鬼东西 为了这么几千块钱 今晚差点连命都没了 就算是这个女鬼救下了我 但我也不能保证 我是绝对安全的 因为站在我面前的 也是一个鬼 我甚至不知道 一会我的命运会怎么样 女人叫我没有说话 也不再询问我的意见 她冷冷道 我名叫魏春霞 一个很老土的名字 我和我男人来自乡下 到城里打工 一年前 我男人在工地出意外死了 第二天老板也跑路了 所以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 在城里打工 可过了不久 孩子也生病了 我把孩子送到这家医院看病 在我孩子抽血后 这家医院的院长找到了我 说我孩子的骨髓 跟是里面一户有钱人家的孩子 骨髓能匹配上 他们让我把一百万把孩子卖给他们 说到这里 羽人呜呜地哭了起来 哭声无比凄惨 他哭着说道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 别说一百万 就算是一千万 我也不可能卖我的儿子 我拒绝了他们 结果当晚医院就宣布 我的孩子已经死了 他们把我骗到停尸房 当着我的面 把我儿子的血抽干 然后又给我打麻醉药 那我和我儿子的器官 活生生地取了出来 羽人已经哭得泣不成声 那一刻 我眉头紧锁 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虽然我没有亲眼目睹现在 但是从女人的言语就能体会到 她在那一刻 是有多么的伤心 是有多么的绝望 我虽然还没有孩子 但是我可以反过来想 如果我死了 我爸妈能有多伤心 羽人继续说道 最后那群人把我和我儿子的尸体 用特制的浮水 封印在太平间里面 但因为我的怨气极大 所以我变成了厉鬼 说完这里 女人脸上第一次露出无比猙獰的面孔 看着她那可不得神情 我不由地退后了几步 羽人见我胆怯 擦掉脸上的泪水 小兄弟 你是个好人 我不会伤害你 如果我要伤害你 昨晚你就已经死了 你现在能帮我打开太平间 帮我拿出我儿子和我的尸体吗 听到女人这么一说 我立即点头答应 我真想出手帮帮这个苦命的女人 大姐 我一定帮你拿出尸体 只要拿出尸体 你们就能重新投胎了吗 其实我并不是这些东西 全凭在电影看到的这些知识 投胎 羽人愣了一秒 随后点点头 对 谢谢 你是个好人 一定会有好报 我苦涩一笑 没有再说话 我转身走到办公桌前 拿起牢里隔壁太平间的钥匙 带着魏春霞走出办公室 来到太平间门口 大姐 一会我开门之后 需要怎么做 之所以我有此疑问 其实是我在太平间巡检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里面有他们母子的尸体 我想应该是医院里的人 已经把他们母子的尸体给藏了起来 魏春霞皱了皱眉 压低了声音说道 在太平间最里面 右边墙角 有一块瓷砖是松动的 你把那块瓷砖揭开 就会发现一条暗道 我和我儿子的尸体 就在那个暗道里面 我不能陪你进去 因为这个太平间里面 有一道高人画下的符 是专门针对的我 所以我只能在门口等你 嗯 好吧 我心里已经绝对帮助这个可怜的女人 所以我也没有多想什么 我打开太平间的门 顿时一股阴冷的冷气 直扑我面门而来 我看到太平间中间的两张解剖台上面 正放着刚才那两个变鬼的男子的尸体 我咽了一口口水 心里十分的发出 我在想着两个人不会再次起来 掐我的脖子吧 说实话 我心里很怕 为春霞仿佛看出了我的担忧 他在一旁宽慰我 去吧 这两个人你不用担心 他们也是心有执念 才变成了鬼 但他们成行时间还太短 只要有我在门口守着 他们也不敢对你怎么样的 好 对于这一点 我还是很相信为春霞的 因为刚才如果不是他出手 我已经被这两个人给整死了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恐惧的 于是我捏手捏脚地从解剖台边上走过去 一直走到太平间最里面的角落 我蹲下身子 用手敲了敲周围的几块地板 果然发现有一块地砖声音反应得很空旷 我掰开那块地砖 发现里面别有洞天 只见黑漆漆的洞 上面挂着向下的梯子 我俯身朝洞里面看了一眼 里面很黑 什么都看不到 洞里还一直吹出来一股阴风 尽管太平间里面是恒温房间 但还是让我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冷 我拿出强光手电筒 又朝黑洞里面照了照 结果这个洞却是一望无际的深邃 那个楼梯也是一直向下 根本看不到镜头所在 人对于黑暗 向来就有一种恐惧感 再加上 我明知里面的东西 是已经幻化成鬼的尸体 这让恐惧感足足又翻了一倍 其实那会我根本就不想下去 但是我望了一眼站在门口的魏春霞 此刻 他也正死死地盯着我 我其实在想 如果我现在拒绝魏春霞 不知道他会暴怒成什么样子 会不会直接一下弄死我 白天大的老头说过 鬼的情绪都是喜怒无常 这会跟你柔声细语 说不定下一刻就会变脸 直接跟你拼命 再加上魏春霞这个女人确实命苦 我确实不应该再让她失望 我只得强压住恐惧 用嘴咬着手电筒 踩在楼梯下面 一步步地向下走去 每下几个台阶 洞里明显就会更冷 直到我下到最后一步阶梯 我已经被洞下面的温度 多动得发气抖来 我抬头向上看去 只见地面上只有一团小小公量 我猜想这个楼梯 少说都有三十米长 是谁会在医院太平间的地下 打通一条三十米长的地道呢 看来这家医院正如为春霞所说 的确不简单 里面的水很深 就在我望着头顶黑洞地面的 那一团光圈时 我隐约听到地面有人 正在拖动瓷砖的声音 呼啦呼啦 第一是三张就尸体 很快 我就看到头顶的那团光运 越来越小 直直消失不见 见到这一幕 我直接慌了身 他妈的 我好像被人封死在这个地下了 可是 到底是谁干的 魏春霞 我脑子里生出这样一个疑问 可很快我就想到 应该不是魏春霞 很明显 鬼走路都是飘 又怎么能够去拖动地上的 那块瓷砖呢 可如果不是魏春霞 又会是谁呢 这会都十一点的失时了 如果按照老李和红姐的说法 十二点后 停尸房不可能会来了 那上面除了魏春霞一个鬼 应该就再没有他人了 想到这里 我赶紧顺着楼梯爬了上来 等爬到顶部的时候 我才知道完蛋了 上面的瓷砖 已经被人盖了起来 而且盖得十分的严实 我用力去推 怎么都推不开 这他妈到底是谁干的 难道魏春霞不是鬼 还是另有其人 我隐约意识到危险 有人想要害我 我又使劲推了两把 还是无济于事 我整个人都慌乱了 如果关我的这个人 是存心想要害我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被困死 可能永远不会有人发现我 可如果这个人不是想害死我 把我骗到这个地道来 又有什么目的呢 我挂着悬梯上面 想了一会 也想不出任何的头绪 没办法 我又只得顺着悬梯向下 想着先去这个地道 看看里面的情况 很快 我下到悬梯最后一步阶梯 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地面 发现这个地道内的地面干燥 没有我想象的那种潮湿 我跳到地上 用手电筒向四周照了照 四周都是墙壁 只有一条路向着前面 我往前踏了两步 忽然脚下传来咔嚓一声清脆的响声 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 我低头一看 差点没把我吓得原地跳了起来 我脚下踩到的东西 竟然是一个人的头盖骨 那个头盖骨应该是有很多年了 整个都是脆的 我一脚下去 直接把给踩得粉碎 不是吧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怎么会有人的头盖骨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恐惧 继续往前面走去 走了大约两三分钟 前面的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 我用手电扫了一圈环境 只见前面不远处 摆着一张解剖台 旁边放着几台医用监听设备 以及两个医用的氧气罐 地上牵着凌乱的各种电线和气管 在这黑暗的通道里 摆着一张解剖台 有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诡异 我咽了一口口水 走到解剖台前看了两眼 我看解剖台上面 在手电筒的光照下 整个台子全部呈现暗红色的物质 起码有两厘米厚 我脸色一沉 心底泛起一股良意 我知道这暗红色的物质 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而是有大量的血液 残留在这台上 血迹被风干了 留下的痕迹 我的天 这么厚的痕迹 这张解剖台上肯定流了很多血 我想起魏春霞给我收的活曲 我不由得不寒而立起来 如果这个地方就是活曲器官的操作台 那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惨遭过毒手 地面上是救死护伤的医院 而地下却是人间炼狱 太可怕了 我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周围 发现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地方 着实让人后怕 我不敢做过多的停留 沿着前面的路 打着手电筒 继续向前走去 我又接着走了两三分钟 我看到前面的墙上 贴着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三个字 让我顿时瞪大了眼睛 焚尸地 我心里冒出一股白毛汗来 用手电往前照了照 我看到前面被人挖了一个很大的土坑 一旁还有四五个汽油箱子 土坑中间 全是被烧焦的一团 我瞬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处理那些被活取器官后 那些倒霉蛋的尸体 他们把尸体丢进坑里 然后倒上汽油 直接毁尸灭迹 我实在没想到 在如今的法治社会 还有这般可怕的人存在 我往前面照了照 前面还有路 但是被一个铁门给挡住了 铁门上面贴着两张黄纸符 纸符上面画着奇怪的符号 我收缩手电筒的光束 往铁门里面照了照 里面好像是一口大缸 我想到魏鸿霞的话 他和他儿子的尸体 被人用特殊的扶植水浸泡在里面 他要我帮忙 就是把他们两人的尸体 从里面弄出来 我走过去 发现大铁门被人用铁丝缠住 没有上锁 既然我答应了魏鸿霞 我觉得这件事得帮他办了 不然没有办法向他交代 虽然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还能不能出去 我走到铁门前面 把缠在门上的铁丝 用手掰了下来 掰掉铁丝后 我发现门上贴着的两张黄纸 被一股冷风吹得抖动了几下 就在我伸手准备去撕掉 那两张黄纸的时候 我忽然停顿了下来 因为我看到 在铁门里面那个杠里 确实漂浮这一具小孩的尸体 尸体的肚子被割开 肚子里面还被一根木棍 从中间撑 开 我看到他的肚子里面 没有任何的内脏 一双眼睛 眼人也已经不见了 他就那样漂浮在黑水上面 看起来要多恐怖 就有多恐怖 如果不是我这两天 遇到过这种事 换做是以前的我 肯定会被当场下晕 可也就是这副惨状 让我有点不敢撕下门上的黄符 我感觉那张黄符 就是为了镇压这里面的东西 万一我贸然揭开 搞不好会出现很可怕的事 毕竟这些东西 又有谁能说得准 可如果我不接 我就没能完成 为春霞的请求 刚才在办公室 我都答应他了 更让我担忧的是 如果为春霞试人 我答应他的事没有办成 他顶多对我很失望 或者大不了臭骂我一顿 可谓春霞试鬼 如果他知道我没有帮他完成事情 他说不定会直接要了我的命 就跟那个老头说的那样 鬼之所以是鬼 就是因为他反复无常 他生气可不需要什么理由 更不会讲什么人情事故 我内心陷入一股深深的矛盾 我想了一会 发现我现在被人困在里面 如果出不去 顶多也就活个两三天 这地道里也没有水 如果有水喝 我还能坚持个七八天 可没有水 也就是这两天的事 既然横竖都是死 我其实也不用有什么顾虑 想到这里 我的心逐渐冷了下来 妈的 要死就死吧 说不定我接下皇符冲进去 把魏春霞和他儿子的尸体捞出来 他说不定会救我 毕竟他也救过我一次 管他妈的 干就完了 我心一横 也不再犹豫 伸手就把铁门上的皇符给撕掉了 撕掉皇符后 我好像看到铁门里面的那具尸体的手指动了一下 但只是一下 有可能是我眼花 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其他可怕的事情 做事做全套 既然皇符都撕了 我也不再有那么多的顾虑了 我直接一脚踹开铁门 砰 铁门撞在墙上 发出巨大的响声 开门之后 我迅速冲进去 跑到水缸旁边 顿时 一股恶臭 差点让我当场呕吐 我这才看到 水缸里面全是黑乎乎的液体 也不知道 那个液体是什么东西 对人 体有没有害 我也懒得再想那么多 直接跑到水缸旁边 把手伸进水缸 两只手抓着那具尸体僵硬的胳膊 直接把那具尸体 从水缸给爆了出来 就在我把尸体爆出来的那一刻 忽然一股强烈的阴风吹了进来 铁门被风刮得剧烈地摆动起来 撞在墙上啪啪作响 而我的脸颊 也被这鼓得生痛 这时 刚才被我爆起来的那具尸体 被我仰面放在了地上 可这会 他的双手竟然僵硬地立了起来 第一是四张恩将仇报 我去 我不由地叫了一声 心猛然地抖了一下 这他妈什么情况 紧接着 那具尸体的后背 犹如装了弹簧一样 竟然直接弹了起来 随后 我看到那具尸体的嘴 开始剧烈地颤抖 还发出了惨烈的力声 你们这些坏叔叔 用刀割我的肚子 我好痛 好痛 我要杀了你们 统统给我死 说完 那具尸体竟然闪电般地 飞奔到我的身前 我赶紧后退了两步 拉开了跟尸体的距离 坏叔叔 都得死 我要你们死 尸体又发出怒吼 再次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吓得魂都快掉了 一边向后跑 一边跟尸体解释 小朋友 我不是坏叔叔 是我救了你 是你妈为春霞 让我来救你出来 提及为春霞这个人名 那具尸体停在原地 妈妈 我的妈妈 她在哪里 我好想我妈妈 她哀嚎了两声 声音再次变得尖锐起来 都是你们这些坏叔叔 欺负我妈妈 我要你们死 全部都死 不知道这次 是不是因为小男孩 太过于激动 他的速度变得很快 几乎是闪现到我的身前 我的身体素质 只能算是一般 面对这种情况 我也没有办法闪躲 只见那个小男孩 直接挥出拳头 对着我的肚子 结结实实地来了一拳 我原本以为这小男孩 只是一个小鬼 估计也不会有多大的力气 可当那一拳 打在我肚子上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错得有多离谱 那一拳 力气极大 我顿时感觉心口 像是被汽车给撞了一下 我的身体 当场被打飞了出去 砰 一声巨响 飞出去的我 撞在铁门上 然后再重重地 砸到了地上 落地之后 我感觉腹部的剧痛 差点让我直接晕了过去 我双手扶着腹部 躺在地上 脑袋已经开始 眩晕起来 我的喉咙里面 泛起味道 有点甜的液体 我知道这一拳 打得内出血了 我咬着牙 甩了甩头 尽量保证自己 不晕过去 如果这回晕过去 我基本也就玩完了 扑吃 我忍不住 吐出一口鲜血 小 小朋友 我不是坏人 真的是我 是我救了你 小男孩面色猙獰 见我被打摊在地上后 并没有打算放过我 而是对着我 再次发动了攻击 坏叔叔 都要死 我的本能反应是 想撑起身体 感觉躲开小男孩 可当我想尝试 用手撑着地 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 挨了小孩一拳的我 已经无法再站起来 就连移动一点 都不行 这一刻 我面如死灰 人已经绝望了 刚才那一拳 已经把我打得半死 要是这次 他再对着我要害部位 来上一拳 我真的顶不住了 但我也没啥好办法了 我闭上眼睛 已经打算听天由命 就在小男孩 满脸猙獰地 冲到我身前 打算一拳了结我的时候 我忽然听到 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吼声 明明 先不要杀她 听到声音后 我赶紧睁开眼睛 看了一下 只见小男孩的拳头 已经距离我的头 不到五厘米了 妈妈 小男孩唤了一声 立刻放弃了攻击我 朝着我身后 那个声音跑去 刚才说话的那个女生 我十分的熟悉 不用想也知道 那是魏春霞 这个男孩的母亲 妈妈 我好想你 那些叔叔用刀割我的肚子 还挖我的眼睛 他们还欺负你 我恨他们 他们全都得死 小男孩语气非常坚定 我一只手拉着铁门 借助铁门的搀扶 我在弓着腰站了起来 我一转过身 就看到魏春霞 面无表情地盯着我 他手里搂着小男孩 孩子 你都怪妈没用 都怪妈没钱 送你来这破医院 还让你丢了小命 魏春霞抱着小男孩 语气一度凄凉 妈妈 这不是你的错 是他们 是他们那群坏叔叔干的 我要杀死他们 说吧 小男孩转头看 立刻我一眼 魏春霞呵斥小男孩 明明 你不许胡说八道 要不是没有这位大哥哥 咱们母子二人 根本不知道 会被关多少天 小男孩也没再纠缠 我转头看着魏春霞 问他 为什么我下来之后 上面的地砖 就被合上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魏春霞眼神里闪过一丝冰冷 是我干的 魏春霞冷哼一声 为什么 我不解的看着魏春霞 哈哈哈哈 魏春霞忽然放声大笑起来 笑声里充满了怨恨和不甘 他脸上的神情疯狂 与气充满怨恨的吼道 因为我要杀了你 凡是知道参与过这件事的人 全部都得死 这一刻 我恶然了 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鬼原来可以真的这么反复无常 魏春霞 我没参与过这件事啊 反而是我救了你和你儿子 你怎么能以得抱怨 恐怕我是第一个跟鬼讲道理的人 不 你参与了 魏春霞冷冰冰地盯着我 我告诉过你这件事 还有 是你亲手把我儿子从大缸里面捞出来的 所以你得死 魏春霞说罢 举起双手 我看到他的手指甲 肉眼可见的变长 整个人的皮肤也变成红紫色 头发更是全部散开 最可怕的是他的脸 竟然开始腐烂 整张脸上都有大大小小的坑洞 以及腐烂的肉 而他身旁的孩子 这一刻也净显凶光 妈妈 我们杀了这群坏叔叔 话落 魏春霞身子往前一倾 直接朝我飞了过来 他儿子则是快速向我奔跑而来 完了 我暗叫不妙 大脑一片空白 没想到这对母子最后还是要了我的命 我只是好心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这个结局 我心里十分的不甘 我闭上了眼睛 已经认命了 并不是我不想逃跑 而是已经跑不掉了 之前只是一个小孩子 我都应付不了 更何况还是现在还有魏春霞这个女鬼 去死吧 我闭着眼睛 已经感觉到魏春霞和他儿子已经来到我的身前 很快 一个冰冷的手 已经死死地掐着我的脖子 力气极大 我立即就无法呼吸 还有我的胸口 传来无比的剧痛 我就这么死了 现在不管如何后悔 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就在这危急关头 我感觉身体里有一股能量 在源源不断地涌来 能量的源头 竟然来自我的后背 这让我一时间搞不清楚状况 那股能量让我的身体越来越热 我感觉就要控制不了 我怒吼一声 接着身体猛地一抖 砰 一声巨响 闭着眼睛的我 感觉有一股金光闪过 接着 我就听到魏春霞传来无比凄惨的惨叫声 还有小孩的哭啼声 掐我脖子的手 已经消失 胸口的那股剧痛也消失了 第一十五张驱鬼 怎么回事 我睁开眼一看 顿时惊呆了 只见魏春霞和小孩 都已经倒在距离我不远处的地方 我十分的诧异 这是怎么回事 魏春霞嘴里已经吐出了一口黑血 倒在地上的他 神情极为的恼怒 你 你 你是什么人 身上怎么会有驱鬼的符咒 我比魏春霞更加困惑 符咒 那是什么东西 我完全听不懂魏春霞在说什么东西 对于这些东西 我基本没有什么研究 再说 我要是好这些玩意 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魏春霞冷哼一声 呵斥我 臭小子 没想到你跟我玩鹰的 你放在身上的符咒 只能激发一次 现在你已经没招了 拿面来吧 话落 魏春霞再次弹起身子 向我这边飞来 前面因为魏春霞 应该被我身上所谓的符给伤害到了 这次他的动作 远没有第一次那么敏捷 就当他向我扑过来的同时 我一猫腰 直接给躲了过去 随后 我转身就向那个火坑跑去 虽然我知道这条地道没有出路 跑也只是为了能多活一回 魏春霞扑了个空 他立刻喊道 孩子 拦住他 喊完 魏春霞儿子的尸体立刻站了起来 向我追了过来 我发了风势地向前跑 但距离并没有拉远 反而越追越近 直到跑到解剖台的位置 我脚下被过道里的石头给绊倒了 魏春霞和他儿子立刻朝我扑过来 他们两人都举着爪子 向着我的头抓来 完了 这次应该是真的没有活路了 惊慌失措的我 已经慌了神 也就在这时 我耳边刮起一道冷风 我听到羞的一声呼啸声 随后 我看到眼前窜出一道黑影 看形状 有点像一把剑 魏春霞的儿子 剑有东西飞来 连忙伸手去抓 就在他儿子触碰到剑的瞬间 剑身立刻闪过一道亮光 紧接着就是碰的一声爆炸声 魏春霞的儿子当成被弹飞出去 身体重重地撞在墙上 他儿子掉在地上 发出凄惨的叫声 魏春霞立刻大怒 什么人 给我出来 我转头看向身后 一个人隐在漆黑的地道里 缓慢移动 随后 我听到黑暗中的那个人 立声道 魏春霞 渊渊相报 何时了 你已经因为你的怨恨 杀死了这家医院的院长 还有当时那个 害你儿子的全家 可你当时连累了那么的无辜的人 你心里可曾后悔过 魏春霞冷哼了几声 他们全都该死 该死 黑暗中的那个人沉声道 那我问你 害你的人 他们的确该死 可当时你杀害他们院长 引发了一场大火 那场大火烧死了一百多个人 他们是否也该死呢 此话一出 魏春霞脸上闪过一丝冰冷 那些人只能算是运气不好 不能怪我 那不是我的本应 是吗 黑暗中的人影越走越近 借助我手电筒的灯光 我已经能看清楚那个人的面孔 当我看清楚那个人后 我脑子有点发忙 那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今天白天在医院旁边遇到的那个老头 怎么 怎么会是你 我十分的吃惊 老头呵呵一笑 小子 你没想到吧 白天我悄悄在你身上种下了一道福 所以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能立即知道 白天我之所以那么说 就是希望借你之手 引出这个妖孽 我诧异不已 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 老头看了我一眼 也没再理会我 而是继续问魏春霞 那我再问你 地上这个年轻人 帮你救出了儿子的躯体 让他不再受到禁锢 难道他也是该死之人 魏春霞愣了两秒 我不管那么多 我和我儿子已经变成了鬼 所以我恨你们所有人 恨你们丧景天良 臭道是 别以为你有点道行 我就怕你 如今我们已经成了子母双煞 就算是你 也未必能对付我们 这还真不一定 老头一副胸有成竹的神色 微微摇头道 魏春霞 我能在这年轻人身上 种下符咒 就不能再借他之手 在你儿子身上 再下禁锢吗 话落 老头抬起右手 捏了一个剑指 起 老头一声大喝之后 那具被弹开的小孩尸体 竟然开始自燃 悠悠绿火 在小孩脚底开始燃烧 痛 好痛 妈妈救我 妈妈救我小孩在地上痛得翻来覆去 魏春霞见到儿子痛苦 立即发怒 臭道士 放开我儿子 你有什么本事冲我来 老头冷冷道 魏春霞 老夫给你一条路 我会施法送你重回轮回 包括你儿子 也是一样 如若不然 你只能用眼睁睁地看着你儿子 被焚烧殆尽 永世不得超生 你自己想想看 妈妈 好痛 好痛呀 小男孩在惨叫 这一刻 魏春霞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冰冷 反而露出一股说不出来的哀伤 孩子是他的心头肉 他终究还是不能见他儿子受苦 魏春霞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老道 求求你放过我儿子 他生前我未能尽到母亲的责任 死后我更不能见他受苦 只要你放了他 就算你让我魂飞破灭 我都没有二话 好吧 老头见魏春霞答应下来 再一次捏了一个箭纸 受 此话一出 小男孩身上的绿色火炎 立刻消失 接着 老道拿出一叠黄纸 又拿出一根笔毛笔 老头瞪了一眼 唤了我一声 臭小子 你没受伤吧 我摇了摇头 没有 麻烦你 帮我照手电 我要写通关文书 送他们两人进入轮回 这么玄幻的事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点点头 打着手电筒走到老头身前 老头把来两张黄纸 放在地上 接着他蹲下身子 用毛笔在黄符上 画了两个奇怪的符号 嘴里还一一压压的念着 我听不懂的咒语 很快 老头画好黄符后 又翻过黄纸的另外一面 他喝道 魏春霞 还不快把你儿子 和你的生辰八字抱上来 魏春霞不敢再犹豫 立刻抱上八字 接着 老头念叨了一句 张天师在上 魏春霞虽然罪孽深重 害了许多无辜的人 但这些也算是识出有因 还望天师谅解 送他一份文书 让他投胎转世 画落 放在地上的那两张黄符 竟然直接引发了冲天的大火 火势逐渐形成了一道火门 老头立声喝道 魏春霞你带着你儿子走吧 下意识投个好胎 魏春霞点点头 谢谢大师 说吧 魏春霞抱起地上孩子 走进火门之中 随后火门渐渐地消失 老先生 谢谢您的救命之恩 我感谢道 老头微微摇头 小子 你不用谢我 倒是我要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引出这怨鬼 这件事反而不好办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想了一会后 我问老头 老先生 您知道这家医院是怎么回事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恐怖的事情发生 老头皱了皱眉头 小子 这件事还没结束 我先告诉你 你小子这次没有死 已经是你家祖坟冒了清烟了 你知道这家医院有多邪门吗 我摇了摇头 老先生 别提了 我也挺后悔来这里上班 我要早知道是这种情况 打死我都不会来这里上班 老头一脸苦涩 小子 我告诉你事情 你可别害怕 笨 我点点头 心说真的鬼都见过了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老头严肃道 其实这家医院根本就不存在 你所看到全是幻境 这家医院早就一年前的那场大火过后就没了 你看到的人 其实都是鬼 第一十六章都是鬼 啊 我经得目瞪口呆 不是吧 怎么会这样 老头冷冷一笑 语气沉重 你知道我今天早晨看到你从医院出来 为什么要丢一根竹签在你脚下吗 我茫然地摇摇头 老头解释道 其实那不是一根竹签 而是被我伪装后的驱鬼符 我以为你是鬼 想要从医院里逃走 所以打算除了你 谁知那触碰到那根竹签没有反应 我才知道你是人 我越听越觉得胆颤心颤 您的意思 我在这个医院遇到的人 全是鬼 对 没错 就是这样的 老头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复 我心里泛起一片冰冷 又问老头 您的意思是说 连红姐还有老李都是鬼 不然呢 老头白了我一眼 所以我说你命大 你自己好好回想一下 那个所谓的红姐还有老李 他们敲门是不是全都只敲四声 我仔细想了一会 好像第一次红姐带我去太平间找老李 当时他敲办公室的门真的只敲的四声 对 是的 老头眯起眼睛 叹气到只有鬼敲门才会敲死声 还有一点 这家医院是不是白天没人 晚上却是特别热闹 老头提到这一点 我是相当的肯定 对 对 我来的这两天 都是晚上特别多的人 而且晚上那些人 全都低着头走路 也不说话 老头冷哼一声 这就对了 他们全是当时火灾被烧死的人 因为有怨气 所以不想进入轮回 说完 老头又问我要了手电筒 我把手电筒递给老头 结果老头直接拿着强光手电筒 照我的眼睛 光线太强 我不由得用手遮挡住眼睛 谁知老头立刻大喝了一声 别动 我现在是彻底信服这个老先生 听到他的话 我立刻收回了挡住眼睛的手 眯着眼睛 强忍着强烈的光线 直射我的眼睛 不对啊 老头疑惑地盯着我 按道理说 我帮你解决了魏春霞 你眉心中间的鬼影 应该已经消失了 怎么现在反而越来越明显了 难道你有答应了什么要求 啊 老头这么一说 我就想了起来 我暗叫不妙呀 我今天上班之前 我可是答应了红姐的请求 要在这里干满两个月才能离开 我赶紧把这事给老头说了一遍 谁知老头听完 直接勃然大怒 臭小子 你他妈能不能长点脑子 怎么总是答应别人的要求 还有这地方这么诡异 你还真敢在这里上班 我心说我也不知道那个红姐是鬼呀 老先生 那 那现在怎么办 红姐和老李不会要我的命吧 你说呢 他让你在这里上两个月班 不想要你的命 难道他要给你当妈吗 老头白了我一眼 直接一巴掌扇在我的头上 臭小子 遇到你 我真的倒霉 要不是祖师爷让我来处理这里的怨气 我还真就懒得管你了 你等着吧 我估计我刚才收拾位春霞的过程 已经惊动了那个红姐和老李两个人 搞不好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地道里面了 就在老头话音落下 我就听到前面传来一道悠悠的女声 小杨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跑到地道里面来了 既然你发现了这个秘密 那你只有死路死路一条了 这个声音我一听 就知道是红姐的声音 他妈的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很快 红姐和老李就赫然出现在我们前方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退到了老头的身后 老李见到我后 扫了一眼我前面的老头 直接怒了 小杨 你小子怎么上的班 医院有明文规定 不得善离职守 更不能带外人进来 这个人是谁 红姐邪门一笑 老李 既然这小子来到这里 说明他已经发现了我们这家医院的秘密 所以你看 这两个人一个都不能走 你去通知人来 咱们直接把他们活取了吧 老李点点头 脸上也露出了一股贪婪之色 有道理 一老一少的器官 还是指点钱 赶紧通知院长派人过来 第一是七张恶鬼扶珠 电话就不用打了 你们都已经死了 何必自欺欺人呢 你们这两个丧尽天良的恶鬼 见到本道 还不快束手就擒 老头淡定地说 红姐嘲笑地笑了一声 老头 你知道我们这家医院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怨气冲天 就凭你这个小道士 也敢跟我们作对 老头一声冷哼 抬捡起地上的桃木剑握在手中 祖师爷派我出山 就是让我铲出你们这群恶鬼 你们这家医院医院 打着救人的旗号 很多病人还没有死 你们却谎称病人已经死了 然后再悄悄地把人带到这个地下室来 割取器官 谋举暴力 我说的没错吧 哈哈哈哈 臭老头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老李道 老头接着说道 可是你们没想到为春霞的执念有那么重 会真的变成厉鬼来找你偿命吧 说到这里 红姐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 那个死女人 竟然死了 变成了恶鬼 让我们全部参与这件事的人 都被大伙活活烧死 我心有不甘 恨呀 老李也握着拳头 咬牙切齿道 要不是那个女人怨气比我们重 我早就整死她了 这就是报应 老头把手中的桃木剑 横在胸前 为春霞虽然因为自己的怨念 错杀了很多人 牛可他却能得到原谅 因为是你们这群畜生逼得他 当着他的面 活活抽干人家儿子的血 你们这群畜生 老夫今天要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 老家伙 好大的口气 红姐吼了一声 随后他和老李两人顿时显出原形 只见两个人的脸 都是一脸烧伤 整个皮肤已经完全溃烂 老李 把这老道士弄死 小杨暂时不要杀他 老娘我要慢慢地玩死他 红姐一脸奸笑地看着我 谁知道握着剑的老头 根本不跟他们废话 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两张黄符 对着两人丢了出去 两张黄符像是有生命一般 朝着老李和红姐两人飞去 红姐和老李来不及闪躲 黄符就盖在了他们的头上 接着 就是一连串的爆炸声 就像是放鞭炮一样 两个人躺在地上 身体不停地翻滚 挣扎 以及惨叫 老头见两人被放倒 直接面无表情地冲过去 拿起手中的桃木剑 对着红姐和老李的头上挥了一剑 咔 咔 两声 两人的头直接斩下 明明是木剑 但在老头手中 却被任何的金属剑还要锋利 简直就是手起刀落 接着 老头丢出一张黄符 喝了一声 烧 两人的尸体引发了冲天的大火 很快就被焚烧殆尽 我都看得呆了 刚才那一幕 简直比电影还精彩 老头处理完这两个人后 转头吩咐了我一声 跟我走吧 接下来的事 你就不用再参与了 嗯 很快 我跟着老头通过原来的路 返回了太平间 我站在太平间里 老头用手在我眼前一挥 小子 你看看这家医院的真实面目 顿时 我眼前一亮 在皎洁月光的衬托下 这里只是一块荒废的框子 空地 还有一栋被大火烧的乌漆 骂黑的大楼 看到眼前这一幕 我彻底震惊了 原来从一开始 我所看到的全部都是幻境 果然如这老头所说 这里面的人 全部都不是人 老 老先生 这个世界真的鬼 老头点点头 是有 但是他们一般跟我们人类 都有一个界限 是不会主动来打扰我们 但死在这里冤魂太多 他们的执念太强 所以扰乱了正常人的生活 我点点头 谢谢您 老先生 这次要不是您 我肯定会死在这里 我想也是 那个红姐之所以没杀你 也正如他所说 只是想慢慢玩死你 老头道 嗯 总之非常感谢您 我忽然想起 还不知道这老头的名字 老先生 我请问您 尊姓大名 龙虎山 宋青松 老头说完 一股寒风吹过 他耸了耸肩膀 仰头看了一眼天上 快过年了呀 小杨 我推断你这段时间 跟这么多鬼物待在一起 后面你肯定会感冒一场 赶紧回家 让家人照顾你 就这样 咱们就此别过 宋青松交代了一句 转身就要离开 刚走出两步 他又转头对我说 对了 小子 我帮你看了事 也产生了因果 记得明年来龙虎山找我 准备好五千块钱的看事费 哈哈我笑了两声 知道这件事并不是在开玩笑 好 明年这时候 我一定来找您 全文完